民眾捐贈的愛心重複性太高 有時也不符合社福團體的需求 往往造成資源浪費 避免類似情況 社福團體結合量販店業者 推出愛心福利卡 因為有時候物資他是送的人他很有心 但是需要的人並不是那麼迫切 但是愛心卡 他就可以看他家裡是需要什麼樣的東西 用到最好的用途 這項社福創意今年將發行5000張 捐贈金額3000萬 適行一年 由弱勢家庭自行購買需要的東西 提供長期穩定的幫助 讓愛心用在最適當的地方 歡迎回來Angelo觀點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希望自己的生命 是活到最後一刻都是非常燦爛的 那我們今天看到青春啦啦隊的紀錄片 也給我們很多的翻轉 看到說其實長者他們的生命都可以很精彩 那我們在看這一片的時候 其實這一片是有捐贈給連券 所有的收入都要做公益活動 也要投資在長者的身上 所以請大家母親節務必要去看 然後我們Angelo觀點也有一個贈票的活動 你可以上我們的部落格 好 我們現在回到現場 文哲剛剛在特別提到說 其實老人家都期待說自己的健康很好 然後這個可能是第一個關係 然後再來才是說慢慢的到什麼興趣跟家人等等 你對這樣有沒有一些想法 其實我在想就是說 當然我們看到另外一張的一個調查裡面會發現 長輩們就陳述說他們覺得政府應該要做更多的是什麼 第一名的其實是這個經濟 那原因我想就這反映了就是我們其實在整個的經濟安全的保障上面來講 我們其實還沒有提供給長輩們就是一個經濟無餘的安全網 那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下 民眾當然當政府的一些政策在提供的時候 我覺得民眾或者是民間團體更可以做的其實有幾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就是我們應該鼓勵 然後積極的去就發掘一些新的一些有創意的專業人員 或者是年輕人 然後他們一起來來投入在健康促進的活動的規劃裡面 我那天去到了一個養老機構 那這養老機構他們的平均的長輩們年紀都很大 85歲他們正在做一個什麼活動 做椅子上面坐在椅子上面的瑜伽 那所以對長輩們來講 他需要一個會把瑜伽活動轉換成他們可以參與的一個活動 增加他們的身體的柔軟度 那我看到了有一些就是一些物理治療的學生 那他們就去發展了一些就是平衡的活動 那這平衡的活動做什麼呢 他們就有一個課叫做保密防疊 保密防疊摔倒的疊 對 疊倒的疊 所以他把這個平衡班他用了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活動 讓長輩們在活動當中就已經就比較好的一個平衡能力 就預防他在這個生活當中的疊到 其實我覺得第一個很重要的我們需要更多有創意的活動 來投入在這樣的健康促進的活動 第二個部分呢我們其實需要更多關心長輩們的家人 你們回到家裡然後鼓勵爸爸媽媽 其實多去參與在這樣的一個健康促進的活動 那我們需要更多的年幼的孩子 他們其實對阿公阿嬤來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活力 這活力對他們來講其實 我們的祖孫周真的可以不只是叫孩子回去知道阿公阿嬤的年紀 或者是阿公阿嬤的名字 其實我們可以透過了年幼的孩子跟阿公阿嬤的一些互動 讓他們把過去重塑他們光榮的歷史 因為我們台灣現在的所有的成就其實都是這些長輩們 他們在年輕裡頭為我們所奠基的 所以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因為有人就預測說這一部片可以賣到上益 那你們拿了這個上益的錢要做什麼 對 其實呢我們當然會非常希望他可以創下上益的票房 那這上益的票房我們就可以期待 就是說我們把這些錢可以投入在更多的社區裡頭 讓社區裡面真的充滿了健康促進的活動 充滿了各種不同長輩們的笑聲 所以我們這些錢是用在支持這個地方的社區團體 老人團體提供更多創意的活動 確實 楊導你會不會後悔 這個萬一賣了上益 你真的就是從一個角度來看 因為你其實可以用這些錢再去拍更多片子 不會 我覺得最好賣到五億 這樣是最好 因為我老實說因為拍這部片 我也剛好在拍這部片的時候當了爸爸 然後很多朋友都覺得說你會不會當爸爸 就開始瘋狂拍你的女兒 剛好相反 我反而想要開始去把鏡頭轉向老人家故事 所以我去拍《非望時光》拍《青春拉拉隊》 因為老這件事是我們共同的未來學 因為我們都會變老 所以那個時候就覺得我應該來拍這群老人家的故事 那我一直覺得我在那邊上學到很多東西 就是不老也好或青春也好 它都可能不是一種狀態 但它會是一種態度 只要有不老跟青春的態度 只要我們去提煉這個不老青春丸 用力的給它扶下去 我們就會非常有力 就像柯爺爺一樣 非常有肌肉 其實我們的人生就會過得非常快樂 而最快樂的其實不盡然是金錢的獲得 金錢應該用在更多更多的老人的工作推動上 確實 柯爺爺你有沒有期待這個片子 你能夠有帶來什麼 你最大的期待 來麥克風給柯爺爺 來 剛才楊導演講的 能夠賣到五千億 五千億 那更好 是 好 橘珍奶奶 你剛剛有特別講到說 你要當這個志工 那你自己未來的人生規劃呢 我 大家都知道人生有上半場跟下半場 上半場我們是為家庭 為孩子付出 下半場我要為我自己而活 所以我現在也當志工 我想說要用我自己想要的東西 還有別人也想要的東西 我可以貢獻的 我盡量要去服務社會這樣 確實 謝謝 那我們來問老師 就是說這個青春啦啦隊 那你最後的期待是他們未來的發展是什麼 我能不能會來挖掌 我是希望說我們這個青春啦啦隊 因為導演的殺青 我們就我們就也就這個責任已經了了 可是今天聽到他們這樣講 我是很感動 好我是希望說以後我有機會有能力的話 我再多編一些 OK 我們明天是母親節 我們要祝大家母親節快樂 也不要忘了我們的贈票活動 希望每一個人都活得非常精彩 那我們今天呢 這樣的一個現場 我相信大家都有感動到 也顛覆了你對長者的一些想法 那我們期待呢 這一片不只是帶給你 也帶你的家人一起去看這個電影 因為我們希望這個電影能夠做公益之用 不要忘了 謝謝你的收看 下禮拜同一個時間再見 我喜歡媽媽 於是迫不及待的 飛奔來到這個世界上 飛得太快 來不及整理好自己 大腦袋忘了刻上紋路 還有 急珠包忘記拉上了 真是難為情 還好還好 我有眼睛 可以看見媽媽的笑 我有耳朵 可以聽媽媽唱歌 我還有手 可以牽媽媽的手 我也有一雙腳 陪媽媽散步 不過 大家看到我 都嚇了一跳 我的腦袋 是平滑的石頭 連風都會打滑 背上打開的擠珠包 一隻小螞蟻 都能輕易地透走我 他們說 我不久之後 就會像花一樣泄掉 媽媽 哭了 我收集媽媽眼淚 掛在心間 一滴 兩滴 三滴 我想念媽媽的笑 用盡氣力 我要用我的笑 換媽媽的笑容 不管發生什麼事 媽媽一定有辦法 抓到 扯 扯 扯 中文字幕——YK